好,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两台手机 这两台手机一个12Pol Max,一个12Pol的 这两台手机的照相功能 看一下它们的防抖怎么样 因为它们的防抖有点不同 一个是光线防抖,一个是位移式的抗感器防抖 看它们效果怎么样 OK,我们现在先走一街路,然后再跑一街 看看它效果怎么样 OK,我们就从这边走过去好了 OK,这样子 好,我们现在开始 拍摄 OK,我们走过去先 这是一个草坠 好了,这个是刚刚走了一圈的效果 可能它们两个防抖有什么区别 OK,我们现在在去城市跑一下 跑一圈,跑过来再看 OK 放动是很厉害的,没有说很厉害的 拿着稳着去跑 就是换着去跑了 看它效果怎么样 OK 好了,我们现在把这三个都装在一起 就是看它们的防抖怎么样 Post to pocket的这个肯定是没问题的 因为三轴的物理的一个防抖的效果 另外这个是12Pol Max,另外一个是12Pol 它们三个防抖的方式对它也不同 我们看一下这三个防抖它们之间到底会有多的货合不同吧 OK OK,这边走,走一届 这个手持的啊,对我手持的价格 再一些小跑的转动 好了,小跑一下 差不多四个操作 这个450194年的手持的肯定是很厉害的了 OK 好 这个就是我们这三台相机做了个测试的效果 OK 我们再把它放到广角蛋 好,广角蛋我们再试一下 OK 我们再走一届 走一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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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刚刚看完这几段跑步或者走路的一个防抖的测试 POR跟PORMAX其实区别不是特别大 当然你跟大疆的POKET三轴防抖效果比了 肯定是差的比较远了 所以三轴物理防抖觉得是稳稳稳稳稳稳稳的了 当然你如果比索尼A630手持的那种相机没有防抖 那肯定POR跟PORMAX要比大家强很多了 今天的测试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往后我们可能会测一下它的照片的东西 因为照片我这次没有放到里面去测了 好吧OK就这样我们下次视频再见拜拜